烧麥是一种以小麦面为皮 裹上馅上笼蒸熟的一种小吃 它就是馅多 皮薄 味道清香可口 这个味道到今天 我们已经传承了将近300年 我叫吴花霞 是80后 然后我已经学手艺 学了20多年了 现在是这个杜鱼处的烧麦第八代记忆传承人 从它和面开始 到它的成型 总共就是下来是16道工序 最难学的呢 也就是擀皮的工艺 因为那个皮它需要的非常薄 芯是0.5毫米 然后边是0.2毫米大概 每个皮上要有24个折 代表中国的24个节气 我叫赵宇 我是吴花霞老师的徒弟 刚开始学包烧麦吧 然后师傅就让旁边放一个秤 看到那个秤的时候还挺惊讶的 后来才知道那个烧麦啊 就是有标准 必须是38克到40克左右 为了保证它的统一性 它是个全手工艺的活儿 更为重要吧 创造一个东西非常的不易 就如果你船着船着 就给它变了味道了 那我就觉得我们愧对于 就是前辈们用的这个心血 给我们创造的这个财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押准闲